第605章 开疆阔土 萧大人 南征 萧烈焰手中掌控七只混血龙的逆灵 足够用来修复损毁的龙脉 但他没有这么做 手中的七片逆灵暂时放入空间戒指 另有用途 萧烈焰抬起手 从自己的后颈部位扯下一片暗灰色的龙灵 这是混沌猿龙的逆灵 同时也是萧烈焰的命脉 抬手一挥 逆灵随风飘动 落入一片狼藉的火山深处 没过多久 逆灵被狂风掀起的火山灰烬所淹没 仅仅一枚混沌猿龙的逆灵 足够用来修复这条损毁的龙脉 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修复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为了确保龙脉修复不会出现差池 萧烈焰也不敢轻易修改 阎魂山附近的时间法则进行加速修复 毕竟这种关系重大的事情 一旦走捷径 出了事故那就追悔莫及 这一份谨慎 是萧烈焰这些年纵横天下 谋划布局的基础要素 萧烈焰闭上眼睛 张开双臂 释放磅瀑厚渺的龙之力 仔细感受龙脉废墟的每一处角落 照这个修复进度 长则一年 短则半年 损毁的下龙脉就会修复如初 蓝 这一年之内就要辛苦你多想想办法 抵御龙国南部边境那些盘踞已久的魔兽驻军了 况且有小宇这样精通谋略的新晋军师辅佐你 想必应对起来不是难事 至于英国那个不仁不轨的鬼权天司 他对龙国的野心和阴谋 由我来粉碎他 萧烈焰身为幕后之人 能做的都做了 他煞费苦心 不惜拿出自己的逆龄 只为给妻儿铺路 为守护龙国而默默付出 至于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就看上官兰和萧星宇 选择怎样的方式走下去了 萧烈焰放入空间戒指里的七枚混血龙逆龄 是留给萧星宇的礼物 这份礼物 会在特定的时刻落入萧星宇的手里 韩风拂过萧烈焰的脸庞 他的唇角 擒着自信和七许的笑意 萧宇 成为毁灭世界的中燕龙王 一定不是你的归宿 我相信 在未来 你能率领没落腐朽的龙族 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成为不被任何属性定义的龙王萧星宇 而不是所谓的邪恶根源 中燕龙王 金无赤足 人无完人 中燕龙王可以是任何人 因为任何人内心的阴影之下 都隐藏着无法根除的邪恶面 但不被定义的龙王 只能是一个人 那就是龙族真正的领袖 萧星宇 小宇 这条路很难 但我知道 你一定可以 毕竟 你是我和蓝的孩子 萧烈焰催动灵力 召唤一只火焰龙魂 脚踩龙头 一飞冲天 他的身影 消失在被朝霞蕴染的云层之外 这个男人从未停过脚步 他努力 让自己变得高大 想让萧星宇踩着他的肩膀 触碰到更高的天空 当萧烈焰离开后 他此前所站立的位置 凭空出现一个 身披血白长袍的 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摘下兜帽 露出一张铺满伤感的脸 高挑的鼻梁 深邃的眼眸 和性感的唇形 共同构成一张 举世无双的俊美容颜 这个男人 已经无法用帅来形容 他身上散发的气质 超脱人类的审美 仿佛不属于这个维度 忧郁的眼神里 似乎沉寂了一段段 岁月风霜的故事 使得这张脸 同时具备少年感和沧桑感 看起来却并不矛盾为何 他的额头 长出一对白金色的龙脚 他的手臂 覆盖一层光滑柔软的 白金色龙鳞 这个男人 是叶霜宁第一次遇到 萧欣宇 脑海里涌现的那个幻象 他抬起头 凝望萧烈焰离开的方向 唇角扬起自嘲的弧度 富有雌性的嗓音 杂扰了太多苦涩 没想到 你对我的期待那么高 只可惜 在未来 我让你失望了 时间就像百川 不止一条 未来的时间线 错综复杂 根系繁乱 人们苦苦追求问题的标准答案 又何尝只有一种解法 三天后 龙国的百姓们 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欢乐中 陶醉不已 在龙国的传统里 等到元宵节结束 这个年才算过完 就算魔兽入侵 也不能耽误人们过年休假 这是龙国人最后的倔强 元宵节之前 萧欣宇本可以好好享受 陪伴姐姐 或者与慕容新星约会的 寒假美好时光 但这天清晨 她收到了上官兰的诏令 连早饭都来不及吃 便匆忙赶往皇城 参加紧急会议 夜兰殿 大殿之上 王座生辉 上官兰正经危坐 脸色比以往严肃 气色还是很差 看得出伤势尚未痊愈 其实 自从除夕之夜 与萧烈焰再次产生密切交集之后 上官兰就得了心病 心病难医 导致身体的伤势恢复缓慢 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情绪这个东西 博不惊 如今的上官兰 心乱如马 夜不能寐 只要躺在床上一闭眼 脑海里就会浮现出 萧烈焰的声音 还有那一次炙热的强吻 侍女情霜 走到上官兰身边 低声道 萧大人来了 静 萧新宇身穿皇科院 黑植的制服 大不留心 迈入夜兰殿 殿内有几个熟人 皇科院院长孟崇光 陆军大将白宇 曾经的皇城第一重臣谢忠 还有上官兰的贴身医生 刘梨 可嗨嗨 上官兰突然咳嗽 她用手帕捂住口鼻 挡住唇角溢出的鲜血 琉璃柳眉深醋 心中暗道 这些天 女帝大人一直按照我的药方调理身体 却还是 心病难医啊 龙国首席御医 琉璃 能治百病 唯独治不了情伤 上官兰这状态 炎浑山之战 到底伤得多重 萧新宇咬了一下嘴唇 她有些心疼 王座上的这个女人 调整好呼吸 上官兰开门见山 夏龙脉 炎浑山 彻底损毁 龙国的国运 已经开始泄露了 那些南部边境的魔兽驻军 必然会蠢蠢欲动 我找你们来 需要你们想一个应对的办法 可嗨嗨 如今的龙国局势 十分严峻 从地图上看 夏龙脉的位置 靠近龙国的南部边境 龙脉损毁 国运衰落 那些虎视眈眈的魔兽军团 难免不会释放压抑已久的野心 身为陆军大将 白羽一脸为难 他要忽悠的是整片龙国大陆 不能把精力 集中在龙国南部的边境线上 谢忠往前一步 女帝大人 我提议 来 萧欣宇 南征 谢忠人都傻了 怒瞪萧欣宇 心中嘶吼 你说的都是我的词 第606章 南征指挥官 少年将军萧欣宇 夜兰殿 上官兰坐鱼王座 长腿叠放 脚尖上下挑动 单手托着尖尖的下巴 谢大人 你刚才想说什么 谢忠偷瞄一眼萧欣宇 忍气吞声 立即调整心态 恭敬地回答 我和萧大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也提 南征 上官兰换了一只手支撑下巴 详细说来 谢忠刚想开口 下意识看向一旁的萧欣宇 确定萧欣宇没有抢答的意图后 他才放下心来 侃侃而谈 咱们龙国的南部边境 环境恶劣 是一片不毛之地的荒漠 盘踞在那附近的魔兽驻军 几乎都是虫族军队 他们的身体结构 天然适应荒漠环境 所以理论上讲 我们南部边境面对的威胁最大 谢忠一边讲 一边拿出纸质版的地图 继续绘声晦涩 曾经魔兽驻军 不敢贸然入侵南部边境 是因为下龙脉可以阻挡魔器 削弱魔兽军团的战力 如今龙脉损毁 魔兽驻军没有后顾之忧 大概率会攻打咱们的南径县 南径县一旦失守 魔兽驻军长驱直入 攻入龙国腹地 后果不言而喻 谢忠的分析都是客观事实 一旁的白羽连连叹气 满脸惆怅 作为陆军大将 他的压力比任何人都大 上官兰面不改色 往下说 谢忠常吸一口气 眼神坚定 语气激昂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既然魔兽驻军注定入侵南境县 那我们便先一步出手 所以我提议 开启南征 扩大龙国版图 养我龙国雄威 谢忠说完 丹西跪地 脸上写满前程和信仰 不得不说 这个老贼的演技 若是放在太平盛世 不拿一个影帝 真的说不过去 孟重光眼睛微眯 妈撒自己下巴附近的胡须 低声念叨 有一说一 南征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南征可以往南延伸 咱们龙国的南境县 南境县延伸越多 战略缓冲地带就越充裕 如此一来 即使如今下龙脉损毁 咱们龙国的南部边境 也能保持长久的稳定 自古以来 任何一个国度 守护边境最好的方式 不是死守 而是开疆 萧欣宇和谢忠的想法 不谋而合 也在常理之中 上官兰沉默片刻 微微点头 南征这个体验 很好 我很支持 但问题来了 白将军 你有足够的精力 率队南征吗 南征这种事 责任自然压在 陆军大将白羽身上 白羽抿着苦涩的嘴唇 表情难看 眼里写着 心有余而力不足 女帝大人 南征一事 确实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 但如今西部边境 也有魔兽军团入侵 北部边境 还要时刻提防 兵灵族和 血食自王亭的骚扰 偷袭 白羽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他不想当众卖惨 其实谁都知道 陆军大将这个苦差事 有多么惨 相比空军大将和海军大将 白羽面对生死危机的次数 确实很少 但工作是最繁忙的一个 白羽率领陆军御寿师 长途跋涉 翻山越岭 一日转战三万里的神话 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习以为常 一年到头 斜靴烂掉上百双 打开手机一看 朋友圈运动部署 依旧霸绑国服第一 上官兰没有生气 而是安抚的 白将军 你为龙国付出的 已经足够多了 我不会让你为难 紧接着 上官兰挪动视线 朗声询问 如果开启南征 谁来代替白将军 担任南征指挥官 机会来了 谢忠又往前一步 神情激动 女帝大人 我愿 萧兴宇把谢忠挤到一边 不卑不亢 黄科院黑职萧兴宇 愿担任南征指挥官 一职 为女帝大人分忧 为我龙国开疆阔土 延伸南境线 谢忠人都妈了 心中一顿输出 国粹级别的C语言 这小子 又抢我的词 上官兰眉头一皱 没有立刻答应 他也有自己的私心 南征 确实是立大功的机会 但把握这个机会 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萧兴宇的智慧和谋略 担任南征指挥官 绰绰有余 但他还处在成长阶段 自身实力不足 在战场上万一遭遇不测 这是上官兰 无法接受的风险 谢忠急忙插嘴 萧大人 您年纪轻轻 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合适吧 为国而战 有什么不合适 如果我没记错 等元宵节一过 地魂训练营就要开课了 难不成萧大人要错过吗 地魂训练营 对于每一个年轻的御寿师来说 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 因为地魂训练营的每一节课 都是由上官兰亲自授课 纵观历届地魂训练营的成果 每一个学员节课后 都会完成一次巨大的蜕变 相比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征战沙场 与嗜血成性的魔兽军团 搏命厮杀 稳赚不赔的地魂训练营 才是龙国天才们最好的选择 萧大人 谢大人对你也算是良言相劝 你怎么选 大殿之上一片哗然 有人敬佩萧星宇的魄力 目入重镜 有人私下扼腕叹息 替萧星宇捏了一把汗 为之可惜 谢忠靠近萧星宇压低声音 萧星宇 你疯了吧 你不怕战死吗 谢忠老贼 我可不会给你翻盘的机会 你小子 谢忠气得胸闷咳嗽 喉咙里充斥淤血的心田 好不容易才把这口血压下去 要是吐在大殿上 又要出丑了 萧星宇的算计不会有所遗漏 权衡立弊后 南征指挥官这个身份 说什么都不能让给谢忠 谢忠那点小心思 萧星宇心知肚明 一旦谢忠成为南征指挥官 以他的军事才能 打出一场漂亮的胜仗 不是难事 同时 谢忠也会趁机笼络军心 重新建立自己的势力 到时候 谢忠凭借功勋 东山再起就容易多了 女帝大人 南征指挥官 非我莫属 萧星宇再次毛遂自荐 上官兰表情冰冷 给我足够的理由 说服我 第一 去年我和孟老研究了大量对付 虫族魔兽的军事武器 南部边境的魔兽驻军 就是以虫族为主导 第二 我手中握有上官同前辈的杰作 冥王卷轴 我是一名亡灵阵法师 战斗中配合亡灵阵法 可以打出奇效 更好发挥我们龙国老祖宗 留下来的兵法战术 第三 您对我很好 您在除夕夜会为我家水饺吃 我是个孤儿 我很感激 我想为您做些什么 这一刻 上官兰为之触动 真诚 永远是最强的必杀技 肖兴宇说出的第三 是不含水分的肺腑之言 经历了炎魂山之战后 虽然记忆模糊 甚至断片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上官兰的情感 已经不止于普通的军臣关系了 女帝大人 肖大人毕竟年轻 他要是担任南征指挥官 万一 上官兰打断谢忠最后的执念 我决定 三日后 开启南征 黄科院黑职肖兴宇 担任南征指挥官 白将军 把南部边境的 龙魂十三营的指挥权 暂时交给肖兴宇 白羽点头 是 女帝大人 此刻肖兴宇的身上 仿佛重叠着少年将军 获居病的影子 他就是龙国当今的 风狼居须少年 稚嫩青涩 亦可一战风神 第607章 离别之夜 南征开启 两天后 遇过天晴的下午 街道上依旧弥漫着 浓郁的年味 对于小学生来说 寒假作业可以一点不写 但鞭炮不能不放 晚到寒假最后一天 这些龙国 未来的栋梁之才 只需要一个夜晚 一盏灯 一赶笔 就能创造一个个奇迹 这是其他国家的少年 不具备的能力 黑老爹 听说了吗 女帝大人下令南征了 南征 真的假的 不会是谣言吧 我三舅老爷在皇城里当差 这是千真万确 盘踞在南部边境的魔兽驻军 凶残暴力 吃人不吐骨头 干嘛非要南征 这不是徒增伤亡吗 是啊是啊 南征听起来可以养我龙国雄威 实则耗费人力 物力和财力 而且万一这一仗没打赢 岂不是 关于南征的消息 不禁而走 传遍龙国的大街小巷 坊间议论纷纭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不论是充满烟火气的烧烤摊 还是名流绅士出入的高档咖啡厅 任何场所 不同阶级的龙国人 都把这件事 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各输几件 对了 这次南征的指挥官 是陆军大将白羽吗 好像不是 我儿子就在白将军麾下当兵 他说白将军最近要去 龙国北京的北疆城 扫清兵林族的间谍 还要处理血石自亡艇的爪牙 哪有时间亲自率队南征啊 那这次南征的指挥官是谁 这是军事击灭 咱们老百姓 恐怕不得而知咯 龙影市郊区 彩虹湖井区入口 萧欣宇一身户外装备 装扮清新脱俗 看起来阳光灿烂 一个人靠在站牌旁边 默默等待 一辆客车巴士缓缓停下 车门打开 同样是户外登山峰打扮的 慕容欣宇走了下来 星宇 你等久了吧 其实我也刚到 六斤 你今天 好漂亮 没有女友 能拒绝男友的夸赞 慕容欣宇浅浅一笑 酒窝里有羞涩 也有喜悦 今天她绑了一个高马尾发型 额前是零碎的空气刘海 一瓶一笑 元气满满 走吧 嗯嗯 肖欣宇牵起慕容欣宇的手 进入景区 朝着山顶进发 今天 是两人约会的日子 约会的内容 就是山顶露营 家野外垂调 一路上 慕容欣宇的笑容从未停止 她享受和肖欣宇独处的每一秒 爬到山腰处 两人稍作休息 欣宇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慕容欣宇观察仔细 加上女人的第六感 她察觉到今天的肖欣宇 有些不对劲 没有啊 如果你有心事 就说出来 我和你一起面对 肖欣宇露出温柔的微笑 抬起手轻轻揉搓慕容欣宇的脑袋 语气里难言宠密到骨子里的爱意 你就别乱猜了 好好享受当下 慕容欣宇点点头 脑袋轻轻倚靠在肖欣宇的怀里 肖欣宇说的没错 在这个命如草芥的末世时代 爱情比面包还要罕见 遇到真爱 好好享受当下 不要遗留任何遗憾 欣宇 元宵节过后 就是地魂训练营开课的日子了 到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训练 我会努力追赶你的步伐 慕容欣宇心思单纯 在便强道路上最大的动力 就是肖欣宇 她如此努力 不是为了自己未来奈战的多高 而是为了未来能一直站在肖欣宇的身边 任何人看到 都会说一句 她慕容欣宇 配站在距离肖欣宇最近的那个位置 这就是慕容欣宇最大的目标 肖欣宇看着怀里的少女 心情变得沉重 睫毛低垂 暗暗默语 六金 对不起 地魂训练营 我不会参加了 接下来 两人继续携手爬山 黄昏时分 日照金山 每一缕景色都犹如画卷 山顶有一座天池般的湖泊 在夕阳的照耀下 闪烁彩色光运 这就是彩虹湖 龙影室周边 最值得情侣露营野炊的打卡景点 夕阳下的湖边草垫 萧行宇搭起帐篷 架好烤炉 陪着慕容欣星甩甘垂掉 星宇 雨飘动了 上钩了 这动静 是调大的 六金 拉扯 注意拉扯 夕阳落山 夜幕来袭 草垫随风摇曳 夜空繁星闪耀 帐篷一旁 萧行宇和慕容欣星围炉烤鱼 吃得不亦乐乎 六金 我这烤鱼技术怎么样 如果你不当预售师了 可以来我家 做我的私人厨师吗 结婚后 我就是你的私人厨师 听萧行宇提到结婚 慕容欣星星脸上腾起的飞红 胜过千言万语 夜深 风起 雨落 帐篷外 是一场寒气逼人的冰雨 帐篷内 萧行宇紧紧搂着慕容欣星 出于男性本能 又搭了一个小帐篷 新露营装备 套娃帐篷 发明者 萧行宇 睡袋里的空间有限 熟睡中的慕容欣星 每一次翻身或者转动 小手就会无意间触碰到萧行宇的敏感部位 六金 你这睡衣的扭扣都坏了 你这是在玩火呀 你对我也真是信任 睡衣里面连内衣都不穿 萧行宇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家人在怀 难免激动 但一想到明天的离别 她的浴火就被沮丧浇灭 趁着慕容欣星沉浸在梦乡里 萧行宇打开手电筒 拿起纸笔 次日清晨 慕容欣星在一阵鸟鸣中醒来 星宇 早安 慕容欣星柔了柔惺惺惩的睡眼 素颜朝天 美若天仙视线恢复清晰后 慕容欣星愣住 身边空无一人 她穿好衣物 走出帐篷 彩虹湖周围空空荡荡 没有萧行宇的影子 行宇 慕容欣星喊了半天 急忙返回帐篷 无意间看到压在枕头旁的纸条 六斤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踏上南征的路了 很抱歉 没有提前跟你说 我就是这次南征的指挥官 一是怕你担心 二是 怕你非要跟我一起争战沙场 本来答应你 寒假我们一起约会 一起居家做饭 一起参加地魂训练营 是我失言了 这次南征的归期 我无法确定 但我保证 我会活着回到你身边 看完信 慕容欣星没有流泪 而是一脸愤怒 狠狠攥紧拳头 萧星宇 你好坏啊 以慕容欣星的性格 也就只有萧星宇 能激发出她这样的一面 就在这时 慕容欣星发现 枕头下还有第二封信 六斤 看完第一封信 你一定生气了 还会钻拳跺脚 骂我好坏之类的 我承认 这次是我太坏了 作为补偿 请你抬头看看天空 慕容欣星再次走出帐篷 抬头望向天空 顿时惊呆 憋了半天的泪水 终究决堤 仿佛一场春雨 天空之上 残留着暗影魔龙的飞行轨迹 在厚重的云层里 绘制出慕容欣星和萧星宇 拥抱接吻的合照 细节的是 萧星宇的脖子上 还记着慕容欣星宇送的围巾 风一吹 云雾散开 泪低落 少女气笑 与此同时 萧星宇其在暗影魔龙的背上 掠过阎魂山上空 距离南部边境越来越近 六斤 等我回来 少年一去 开疆阔土 少年归时 彪炳千秋 第608章 立下赌约 实力说话 龙国南部边境 龙魂十三营总军区 简陋的训练场 黄沙漫天 寒风凛冽 每一位陆军战士的皮肤 都镌刻着深邃的沟壑 和干裂的伤疤 演武台上 屹立着一名 身穿陆军中 降制服的高大男子 男子五官端正 肤色就像秋天的小麦 一身戎装 遮不住充满爆发力的肌肉 他的眼神 亮着炯炯光芒 就像密实的猎鹰一样犀利 此人是掌管龙魂十三营 负责驻守南部边境 号称南境战神的赵珀 他断位是八星御寿师 天赋卓越 同时保持刻苦的努力 十三年如一日 驻守南境边疆 战功赫赫 一直被白宇视为继承者来培养 而他的年纪 只有三十岁 三十岁正值壮年 退去少年的青涩 披上老兵的成熟 这个年纪的御寿师 往往能在战场上 发挥出最极致的激情 同时也不会犯下任何低级错误 属于龙国最稀缺的人才资源 气氛一片沉寂 训练场上的战士们 一个个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演武台上 赵珀一开始 只是轻轻皱眉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整个人变得暴躁 脸色阴沉 老陈 女帝大人指派的那个男征指挥官 还没到吗 陈信 年龄四十 外形儒雅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如果脱下军装 此人肯定像集了一名 古代私塾里的教书先生 他的段位是七星御寿师 同时也是赵珀的副将 将军 萧大人还没到 陈信如实回答 按照约定的时间 这家伙已经迟到两个小时了 咱们龙魂十三营 六千多个兄弟 放弃两个小时的训练量 就为了等他 这位黄科院的黑职 怕是在黄城里养尊处优惯了 不守时 无军界 气死我了 赵珀生在这片荒芜的大漠 长在大漠 不懂黄城的人情世故 性格直来直去 他最讨厌磨磨叽叽不守时的人 萧星宇还未登场 已经在赵珀眼里 留下不好的印象 煞时 昏黄的天空狂风大作 震动的大地飞沙走石 一声龙音响起 萧星宇骑着暗影魔龙 从天而降 演舞台 赵珀抬眸 与从龙背上一跃而下的萧星宇 四目对视 萧星宇的内衬 是黄科院黑职的专属制服 布料惊喜昂贵 肩上披着一件陆军战士的披风外套 除了保暖 没有其他优点 赵将军 我是本次难争行动的指挥官 萧星宇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萧星宇露出友好的微笑 主动伸手 赵珀不为所动 神情冷漠 陈兴不想气氛尴尬 连忙上前握住萧星宇的手 用柔和的语气缓解气氛 萧大人 我是将军的副将 陈兴 您喊我老陈就行 欢迎您来龙魂十三营 大家热情一点 掌声欢迎萧大人 鼓掌啊 愣着干嘛 你们 陈兴为了缓和气氛 豁出去了 但效果出奇的差 演舞台下 六千多名陆军战士 要么低头发呆 要么扭头撇嘴 完全没把萧星宇放在眼里 萧星宇对此没有任何情绪 他知道 仅凭黄科院黑职的身份 不可能获得这些战士们的尊重 尤其是赵珀 陈兴满头冷汗 扯了扯赵珀的衣袖 低声而语 将军 别闹情绪了 萧大人是皇城来的 又是女帝大人身边的红人 半年时间 谢忠都被他搞垮了 你要是怠慢他 你的下场 陈兴正在用悄悄话 为赵珀讲述利弊 却被萧星宇打断 陈副将 我虽来自皇城 但我不需要特殊的优待和礼节 我现在的身份 是南征指挥官 我来这里只有 一件事要做 就是率领你们龙魂十三营 开疆阔土 延伸我们龙国的南境县 陈兴直愣愣看着萧星宇 一阵恍惚 萧大人 关于萧星宇的传闻 陈兴也略有耳闻 本以为新闻中撰写的内容 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 但今日一见 陈兴通过萧星宇的气场 谈吐和眼神 可以看出 这个年轻人确实不简单 率领我们开疆阔土 赵破耸肩冷亨 炙热的眼神锁定萧星宇 语气不善 萧大人 你是黄科院黑直 身子金贵 恐怕连续吹几天 这大漠边疆的晚风和寒霜 就要卧病床榻了 何谈开疆阔土 依我看 你不如打道回府 好好享受你的荣华富贵 还是让女帝大人 另派一位男征指挥官吧 萧星宇沉默了一会 保持优雅的笑容 言辞却尤为犀利 赵将军 你对我偏见很深 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四星御寿师 能有什么能力 赌一把 赵破愣了一下 抠了抠耳朵 你说什么 赌一把 赵破确认自己没听错后 好奇发问 你要赌什么 今夜 我要拿下 杀鸣鼓一带 此话一出 全军皆精 演武台下 十三营的战士们热议不断 其中伴有嘲笑和暗讽 赵破文言 抿了抿干涩的唇角 笑问道 萧大人 你在开玩笑吗 军中无戏言 这是萧新宇坚硬的回答 赵破倒吸一口气 用力拍拍萧新宇的肩膀 萧大人 你年纪尚浅 我身为前辈 不想把话说太重 你了解南部边境的局势吗 你知道 沙明谷一带多么危险吗 赵破说话间 一个眼神 陈信会议 立刻递上一张 已经包疆的兽皮地图 萧大人 你好好看看这张地图 沙明谷一带 盘踞着皇权演义军团 他们的兵工厂 或者说是母巢 被受皇体 一接的赤锋 以皇释放的皇权赤物 所隐藏 如果开战 我们无法第一时间找到 并且击溃他们的母巢 源源不断的皇权演义 就会包围我们 到时候就算撤退 也会出现大量 没有意义的伤亡 萧新宇面无表情 你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你知道你还 赵将军 你到底敢不敢赌 萧大人 你是一个疯子吗 萧新宇懒得浪费口舌争辩 直接立下赌约 就读我今夜能不能率队拿下 杀鸣鼓 如果我做不到 我立即打到回府 让女帝大人 指派比我更适合的人 来担任男征指挥官 如果我做到了 萧新宇的眼神 从六千多名战士身上 一扫而过 最后定格在赵破 瞪如同龄的瞳孔里 赵将军 如果我做到了 你就要认可 我这个男征指挥官 收起你的该死偏见 从此与我好好配合 一起开疆阔土 完成女帝大人赋予我们的使命 你毒 还是不毒 这一刻 萧新宇散发的气场 竟然压制了 眼前这位素有南境战神之称的赵破 出入军营 想要树立威信 唯有实力说话 萧新宇展现的成熟和魄力 犹如风采 不减当年之勇的回归老兵 拿下一个新兵担子 第609章 南征第一战 独闯杀鸣鼓 气氛僵硬片刻后 赵破从惊诧中缓过神 他不得不承认 刚才自己被萧新宇的气场所震慑 一时间失了神 眼前这个看起来细皮嫩肉 年纪轻轻的少年 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外衣 让人难以看头内核 简单调整心态后 赵破往前一步 凭借接近两米的身高 居高临下 俯视比自己矮半个头的萧新宇 萧大人 你确定要赌吗 还是那句话 军中无戏言 萧新宇从踏入龙魂十三营训练场的那一刻 就将自己视为一名龙国军人 南征不是二戏 这涉及龙国未来几年的战略布局 他没有心思开玩笑 此刻 他只想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在最短的时间内 打破赵破对自己的偏见 同时 让军营上下一众战士 对自己心悦诚服 作为南征指挥官 萧新宇比谁都清楚 只有统一军心 南征才能获得胜利 当务之急 就是树立威信 好 萧大人有魄力 我跟你赌 赵破笑着点头 虽然还是戴着有色眼镜 看待眼前 这个来自黄科院的黑职 但就凭萧新宇敢立下这样的赌约 他心中对这个少年的反感 也淡了许多 事已至此 陈信抹去额头的冷汗 主动帮萧新宇临行李 萧大人 您一路赶来 风尘仆仆 我带您去宿舍休息 顺便给您备一些吃食 陈副将 我刚来 就下场休息 那么本就对我有偏见的赵将军 又该怎么看我 啊这 陈信面露愁容 看向一旁的赵破 赵破倾可两声 就事论事 萧大人 我赵破是一个粗人 但不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恶人 你大老远赶来 跨越龙国大半个版图 难免水土不服 理应先休息用餐 至于你说 要拿下沙鸣鼓 还是等 萧新宇用强硬的语气打断道 不用等了 我以南征指挥官的身份 现在召开紧急会议 商议攻打沙鸣鼓的详细计划 陈副将 在 会议室在哪 带我去 是 赵破看着萧新宇的背影 感到不可思议 这小屁孩 真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别说 还真别说 这气势 确实有几分指挥官该有的风范 既然如此 萧新宇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是真材实料 还是被皇城里那些酒囊饭袋 吹捧出来的水货 军营里 当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提起兴趣 最后要么成为拔酒言欢的知己 要么成为过命的战友兄弟 会议室 萧大人 这里是寸草不生的大漠 条件不比皇城 咱们的会议室 或者说是指挥部 在大漠之上 周围没有任何城池 环境恶劣不说 各种军备资源 常年都处于短缺状态 会议室是帐篷 营地宿舍是帐篷 医疗室也是帐篷 数据统计 军营里每年牺牲的战士 只有30%死于战斗 剩下70% 都是因为常年累月的营养不良 风餐露宿 寒气入体 导致疾病缠身 或者伤口感染后 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 事实虽然残酷 但这就是戍边战士的宿命 有些戍边战士 一生奉献在荒芜的边疆 直到战死沙场 也未曾见过 龙国腹地的大好河山 陈信给萧新宇 倒了一杯热水 萧新宇没有喝 直接在会议桌上 铺开兽皮地图 沙明谷的地形 我来之前就研究过了 这是上千座沙丘 常年遭受风石效应形成的谷地 面积广阔 是黄泉掩蚁军团的驻地 赵将军也说了 黄泉掩蚁军团的母巢 也就是以后的本体 被赤锋以黄释放的 黄泉赤物所隐藏 萧新宇说到这里 进入正题 所以我的计划很简单 赵将军率队阳公 牵制赤锋以黄 我负责暗中捣毁母巢 断了黄泉掩蚁军团的兵力输出 此战必胜 陈信点点头 又皱眉摇头 小大人 你这计划听起来思路正确 但理论想要落实在实践上 恐怕难于上青天啊 赵破叹了口气 声音恢复最初的冷漠 我还以为 你有多大的能耐 才敢立下这种赌约 现在看来 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最近三年 我们龙魂十三营 和黄泉掩蚁军团 交战不下二十次 为什么迟迟拿不下杀鸣鼓 我会不知道捣毁母巢 切断敌方兵力输出 就能获胜 赵破用失望的眼神 看着萧新宇 萧大人 理论是理论 你说你负责捣毁母巢 啊 你说的这是什么 萧新宇娓娓道来 毁灭之心 我们黄科院研发的 魔能毒气导弹 专门针对乙系魔兽 导弹击中以后母巢 就会自动爆炸 同时释放毒气 可以直接破坏母巢的分子结构 使其溃烂分解 化为浓水 受能科技 改变战局 黄科院招聘广告语 赵破稍作停顿 提出一针见血的问题 萧大人 杀鸣鼓 可是黄泉掩蚁军团的大本营 那么大的地域 被浓郁的黄泉赤物所覆盖 你如何定位母巢的具体位置 如果无法定位 发射毁灭之心有何意义 萧新宇起身 语出惊人 我就是定位 陈信一头雾水 萧大人 您的意思是 我手上这个搭载信号传感器的旋机手环 与黄科院的总服务器相连 只要我潜入沙明谷腹地 找到母巢的位置 那么黄科院的工作人员 就能通过我的定位 发射毁灭之心 精准打击母巢 陈信听后不由大惊 萧大人 这也太冒险了 不 不是冒险 这是找死啊 就算一切按照你说的发展 事成之后 你一个人 势单力薄 怎么从沙明谷逃回来 你会死在返程的路上 赵破紧盯着萧新宇 确认萧新宇没在开玩笑后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萧大人 生命不是二线 如果你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选择赴死 那我不会答应 萧新宇端起水杯 一饮而尽 赵破 陈信 我是南征指挥官 我刚才不是在和你们商议 我只是在通知你们 太阳落山 计划开始 一切按照我的指示执行 赵破 怒拍桌案 萧新宇 你太乱来了 赵破 既然赌了 就赌到底 萧新宇平静的眼神 暗藏老兵般的灵力 赌输我死 你们可以等待下一个指挥官降临 如果我赌赢 今夜拿下沙明谷 以后你们就老老实实跟着我打仗 不许再有怨言 萧新宇可不是来实习的 他是来捅兵打仗的 若是压不住龙魂十三营的将士们 何谈难争 第一战 沙明谷 萧新宇决定以身犯险 潜入黄泉演义军团的大本营 第六一零章 潜入敌营 龙盾 虚空无影 无情的寒风裹挟黄沙尘埃 吹散大漠上最后一缕血色残阳 稀松零碎的繁星 点缀着刚刚降临的夜幕 戈壁与沙丘交织错落 在这片荒凉之中 顽强野蛮的魔兽重足 以最任性的形式存活 相比之下 平凡的人类之躯 是那么脆弱渺小 黑暗中 赵破率领龙魂十三营六千多名精锐 夜袭黄泉演乙军团的大本营 这不是纯粹的夜袭 而是阳公夜袭 在南征指挥官萧新宇的安排下 赵破担任阳公先锋 陈信陪同在赵破身边 每次战斗 这位副将与自己的主将 总是形影不离 将军 前面就是黄泉演乙军团的大本营了 嗯 这个距离 应该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了 赵破抬眼望去 眼前就是沙明古一带 每次来到这里 赵破都会感到力不从心 空有一腔热血 但受制于各种不利因素 多年未能彻底铲除 盘踞于此的黄泉演乙军团 这片地狱 被一股浓郁的血色大物所笼罩 身不见底 能见度不足半米 这不是一般的物矮 而是受黄体 一阶 魔兽赤风以黄 释放的黄泉赤物 人类预售师 一旦闯入黄泉赤物 就会失去方向感 势力也会降至盲人一般的水准 并且无法感知魔器的存在 龙魂十三营 若是选择在黄泉赤物之中作战 别说找到以后母朝的具体位置了 不出半个小时 就会在源源不断的以群的围攻下 全军覆灭 陈信忧心忡忡 小声问道 将军 萧大人独自行动 属实太危险 要不要派出一支小分队 辅佐他潜入黄泉演乙军团的大本营 你以为我没考虑过 但那小子油烟不尽 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执意独自行动 我根本拗不过他 赵珀虽然对萧新宇有偏见 但他知道 萧新宇在黄科院黑职的位子上 为龙国做出巨大贡献 他只是反感萧新宇 担任南征指挥官而已 毕竟萧新宇没有军旅经历 就是一个稚嫩的新兵担子 段位只有四星 又是第一次担任统育军队的指挥官 难免被老兵老将们小瞧 实施计划之前 赵珀单独约聊萧新宇 为了保证萧新宇的安全 他想派出一支精英小队 配合萧新宇执行潜入行动 但却遭到萧新宇的强烈拒绝 潜入行动 人越多 无非是增加累赘的数量 我一人足矣 这是萧新宇的原话 听起来虽然刺耳 却是不争的事实 老臣 萧新宇既然对自己那么自信 我们无需过多插手他的选择 咱们的任务是正面阳攻 引出黄泉演乙军团的主流兵力 以及牵制赤锋以皇 陈信好奇问道 将军 你这是完全听从萧大人的战术安排了 不是你的风格啊 呵呵 赵珀冷冷一笑 既然和他打赌了 就赌到底 期间我不会特意试半子 必须保证赌约的公平 这一战 一切按照他的战术安排进行 我倒要看看 如果他赌输了 他会不会遵守承诺 主动卸下南征指挥官的身份 灰溜溜返回皇城 赵珀嘴上这么说 但内心的潜意识里 还存有一丝希望的火苗 为了龙国大局考虑 他倒是希望萧新宇 能用实际行动 打破他的偏见 拿下这该死的杀民骨 时机已到 赵珀抬头看了一眼夜空中的残月 发好施令 远程部队准备 战略部署森严的龙魂十三营 六千战士 皆是经验丰富的精锐老兵 段位全部在六星之上 其中七星御兽师有13名 分别管理13个营地 按照战术定位划分 龙魂十三营分为三类部队 第一类 先锋部队 这一类部队的御兽师 擅长培养驾驭肉盾型的御兽 血条后 护盾族 可以在团战中负责冲锋陷阵 为后续的队伍 扛下来自敌方的大量火力伤害 第二类 收割部队 这一类部队的御兽师 麾下培养的御兽 都拥有强大的进战能力 爆发攻击极高 适合进场收割敌方人头 但血条往往不过雄厚 也不具备强大的防御 需要在先锋部队的掩护下 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第三类 远程部队 这个部队的御兽师 所召唤的御兽 都具备远程攻击的战技 就像游戏中的射手 利用自身优势 可以平凡远距离消耗 拉扯敌方单位 一步一步压低敌方的血量 让收割部队 在收割的过程中 更省力 提高效率 排兵布阵 是人类的智慧 但仅凭这一点 根本拿不下沙明谷 想要拿下沙明谷 最关键的一环 在于萧星宇 射击 赵破找准时机 朗声大鹤 远程部队集体开火 暗语兵剑 风暴火球 雷霆光波 五颜六色的远程战技 犹如万箭齐发 从高空划过优美的弧度 轰击沙明谷一带 爆炸声接连不断 龙烟翻涌 飓风呼啸 龙魂十三营的 第一轮远程射击 掀起沙明谷之战的开始 黄泉赤雾里 浮现密密麻麻的黑影 顷刻间 无数浑身燃烧火焰的 巨型蚂蚁 冲出血雾 发出尖锐的丝鸣 宛如一片浩荡的火海 朝着龙魂十三营 汹涌而来 沙丘溃散 大地震荡 一只体积超过 一座山头的怪物 从流沙漩涡中浮现 他的基本外观 就是放大化的黄泉岩蚁 后背长出一对毒蜂的翅膀 随风吸动 同时 他的身上燃烧着赤红色的烈火 脚下自带火焰法阵 对方圆百米内的一切 产生灼烧效果 这是SSS疾瘦能 试魂血炎 这只拥有兽黄体气场的 虫系魔兽 就是沙明谷的统治者 黄泉岩蚁军团的首领 赤锋乙皇 陈信开启预售文章 情绪激动大喊 将军 赤锋乙皇出现了 赵魄轻笑着点头 很好 这证明我们的阳公很逼真 奏笑了 此时此刻 沙明谷腹地 黄泉岩蚁军团的主流兵力 以及赤锋乙皇 都被负责阳公的龙国十三营所牵制 夜空的乌云深处 萧星宇站在暗影魔龙的头顶 开启魔神之眼 俯瞰激烈的战场 雪儿 我们的机会来了 俯冲 暗影魔龙埋头俯冲 直奔沙明谷腹地 就在龙头即将触碰 黄泉赤物的一刹那 萧星宇催动灵力 龙盾 虚空无影 下一秒 暗影魔龙释放龙之力 顿入虚无 化作无影无踪的状态 融入浓郁的黄泉赤物 萧星宇也在 龙盾 虚空无影的效果范围内 与暗影魔龙一起 消失不见龙盾 虚空无影生效期间 暗影魔龙 以及萧星宇 不会被任何敌人发现 处在无法选中的状态里 暗影魔龙 天生的潜伏者 无可取代 第六一一章 精准定位 指导黄龙 按理来讲 龙盾 虚空无影 是少年体级别的暗影魔龙 才能学会的精妙战绩 现在的暗影魔龙 尚且处在幼崽体 三阶 距离近身突破少年体 还差一步契机 在萧星宇的培养下 玉兽能够跨越等级限制 学习更高级的战绩 如同吃一顿家常便饭那样简单 雪儿 我们加速 广袤无际的黄泉赤雾 完全覆盖沙明谷一带 想要找出以后 母巢的所在地 并非易事 凭借龙盾 虚空无影的效果 萧星宇骑在龙背上 隐匿前行 游走在一片片厚重的 血色雾矮之中 龙盾 虚空无影失效 有两种触发条件 第一种 60秒过后 自动解除 第二种 时间虽然未到60秒 但只要主动发起攻击 就会瞬间失效 时间飞速流逝 距离龙盾 虚空无影的失效节点 只剩5秒 此刻 萧星宇还未找到 以后母巢的所在地 只因沙明谷的范围太大了 再加上一阵阵 黄泉赤雾的干扰 这让萧星宇 在寻找以后母巢的路上 无异于大海捞针 啾啾 魏雪儿刷新技能 萧星宇早有准备 电耳兔从萧星宇的怀里 跳出来 可爱的小脸鼓起腮帮 一双闪电形状的兔尔 释放电波 注入暗影魔龙体内 所以冷却时间过长 然而萧星宇不用担心这一点 在地耳兔的辅助下 暗影魔龙瞬间刷新技能 重制龙盾 虚空无影的冷却时间 萧星宇灵力涌动 暗影魔龙第二次释放龙盾 虚空无影 接下来的60秒 萧星宇没有浪费 在龙盾 虚空无影即将失效的时候 找到以后母巢的位置 拨开一片浓稠的血雾 一座焦黑的洼地映入眼帘 洼地里布满废气的残卵 散发着腥臭的气息 在洼地中央 矗立着一座半球状的巢穴 就像巨人的头颅 同时又像一颗血红的心脏 发出富有节奏的跳动 扎根于地底的血管 纵横交错 不断蠕动 为新生命提供养料 这就是孕育黄泉眼蚁军团的以后母巢 它就像一座不知疲倦 永恒运行的兵工厂 源源不断孕育新的生命 萧星宇可以清楚看到 大概每隔五秒钟 以后母巢就能孕育出 上百只完全体级别的黄泉眼蚁 这种产卵的速度 可以为前行的同胞们 提供无穷无尽的援兵 人类预售师 最痛恨虫系魔兽的地方 就在于此 60秒刚好 龙盾 虚空无影失效 暗影魔龙显形 此时 萧星宇也出现在洼地之中 距离以后母巢 不到十米的距离 感应到人类的气息 以后母巢躁动不已 加快产卵孵化的速度 大量刚刚破乱 而出的黄泉眼蚁 露出凶残的表情 亮出锋利的锯齿 朝着萧星宇包围而来 萧星宇镇定自若 一脚踩在龙头之上 喜儿 龙鹰想起 暗影魔龙驮着萧星宇 飞到以后母巢的正上方 与此同时 萧星宇倾触旋即手环 孟老 按照我的定位 发射 毁灭之星 星宇 你的处境 放心 我既然敢这么做 必然有全身而退的办法 战场第一线 赵破率领龙魂十三营的六千金锐 与浩浩荡荡的黄泉岩蚁军团疯狂厮杀 黄沙漫天飘洒 魔气汹涌如潮 就像一场土黄色的大雪 将战场染成一片浑浊的颜色 赵破运转伶俐 眸光凛冽 唇角擒着肃杀的寒霜 玉兽文章开启 大地突然嗡鸣 一座座沙丘崩塌 碎裂的荒漠之上 浮现巨大的流沙漩漩漩漩漩漩漩之中 握有一把百米长剑 由滚滚流沙凝聚而成 剑身周围激荡着萤火般透亮的细腻杀力 这是赵破的本命御兽 杀剧骑士长 莫菲斯顿 等级为兽黄体 二阶 炎系加杀系加巨人系加骑士系 四系混合相容 神话品质血脉 这一切结合在一起 尤为罕见 碧炎之力与流沙之力 属于自然系力量 能对敌人造成强大的法术伤害 以及持续伤害的附加效果 巨人之力和骑士剑术 能对敌人造成暴击加 穿透双重效果的物理伤害 同时 这些属性还赋予了他恐怖的防御力 就算是眼光向来挑剔的萧星宇 只要看到杀剧骑士长 莫菲斯顿 也会不禁感叹 这只御兽的前途是多么光明 蝼蚁 受死 赵破拿出八星御兽师的战斗意志 眼神里的杀气疯狂外移 在灵力的操控下 莫菲斯顿高举流沙巨剑 一个剑步登地 凌空跃起 一剑斩断赤风蚁黄的左翅 剧烈的疼痛 让赤风蚁黄发出凄厉的丝鸣 伤口喷射墨绿色的枝叶 和具有腐蚀性的鲜血 赤风蚁黄是兽黄体 一阶 莫菲斯顿是兽黄体 二阶 在等级上 赵破以微弱的优势 压制赤风蚁黄 但好景不长 当赤风蚁黄遭受严重打击后 突然发出愤怒的丝鸣 头顶上的触角剧烈抖动 释放特殊的器物 周围的黄泉掩蚁 纷纷涌来 成群结队 跳入赤风蚁黄的嘴中 牺牲自我 成为赤风蚁黄的养料 吞噬大量同胞后 赤风蚁黄的伤口快速愈合 断掉的翅膀逐渐重生 它裂开深渊般的巨口 布满年夜的牙缝里 还残留着尚未嚼烂的同胞尸体 夜幕之下 赤风蚁黄露出邪恶的凝笑 只要大本营的以后母朝还在 就会有无尽的援军赶来 龙魂十三营的精英战士们再强 只要打持久战 灵力早晚会耗空 体能早晚会枯竭 即使赵颇驾驭莫菲斯顿 可以压赤风蚁黄一头 但赤风蚁黄每次重伤 都能通过吞噬同胞来回血 这对于赵颇来说 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消耗罢了 将军 黄泉掩蚁的数量越来越多 杀不完 根本杀不完 报告 先锋部队扛不住了 报告 远程部队面临凌厉枯竭的危机 请指示 赵颇恨不得咬碎银牙 这些年每次与黄泉掩蚁军团开战 最后都是这样的处境 想要攻下沙鸣鼓 哪有这么简单 将军 咱们要不要撤 糟糕 收割部队的阵型已经乱了 先锋部队真的扛不住了 再不撤 恐怕会被敌方反包围 赵颇陷入沉默 这一战的胜负手 在于萧星宇 将军 快看 微如泪卵的时刻 陈信指着夜空 激动呐喊 赵颇抬起头 眼底熄灭的希望火苗 再次燃起 一颗导弹划过夜幕 横跨龙国边境 他裹挟着熊熊烈火 穿透电闪雷鸣的乌云 宛如坠落的陨石 直奔沙鸣鼓腹地砸去 轰隆 精准定位 直倒黄龙 第六一二章 少年风神 征服军星 火光肆意的毁灭之星 在夜空中 划出一条亮线 仿佛将天穷分割两半 他急速下坠 周围产生的气浪 直接震碎 沙鸣鼓腹地的 黄泉赤雾 战场第一线 赤风以黄脸上的凝笑 瞬间凝固 他转动肥术巨大的身躯 神色慌张 发出凄厉尖叫 眺望身后的大本营 在赤风以黄的注视下 毁灭之星 精准投入以后母巢 母巢倾刻膨胀 耀眼的光芒 穿透母巢内壁和枪势 轰隆 如雷挂耳的爆炸 响彻广阔的大漠 冲天的火光里 爆发毁灭一切的能量 当浓烟散去 以后母巢 沦为一滩干涸的绸状物 黏黏糊糊 紧紧贴在深邃的坑洞里 风一吹 星星之火愈发旺盛 将母巢的残体焚烧成灰 随风湮灭 这就是毁灭之星的威力 其中蕴含的恐怖能量 可以瞬间瓦解以后 母巢的分子结构 将其彻底毁灭 这件杰作 是萧星宇和孟崇光 主导研发的黑科技产品 陈信手拿夜市一望远镜 遥望沙明谷腹地方向 他的手在颤抖 他的瞳孔极皱紧缩 他的嘴角疯狂扬起 成功了 萧大人做到了 以后母巢已毁 这一战能赢 局势反转 全军重拾斗志 士气高涨 陈信激动之余 笑容逐渐僵硬 一股含义笼罩全身僵 将军 虽然以后母巢毁了 但萧大人岂不是 从以后母巢的爆炸规模看 萧星宇必死无疑 爆炸残留的深坑 直径超过千米 深度超过百米 萧大人牺牲了 不 不会吧 那种级别的爆炸 凡人之躯怎么可能 将军 萧大人用自己的命 换掉了以后母巢 赵破狠狠咬着嘴唇 拳头收紧 指尖扣破掌心的血肉 此刻他最大的情绪是内疚 他后悔自己对待萧星宇的态度 后悔对这个英勇无畏的少年 带有狭隘的偏见 片刻的沉默后 内疚化作愤怒 赵破满腔怒火 体内的林力池 掀起海啸般的巨浪 扯着沙哑的嗓子 放声嘶吼 兄弟们 灭了这群臭虫 慰藉肖大人在天之灵 杀 陈信仰头咆哮 杀 就在全军沉浸在悲痛 以及为萧星宇复仇的怒火之中时 一道慵懒随性的嗓音 从军队后方传来 各位 我还没死呢 你们就要慰藉我在天之灵了 是不是这一战打完 就要开袭了 陈信回眸 瞪眼惊叹 萧大人 您没死啊 您是人是鬼 这简直 赵破迈开步伐 冲到萧星宇的面前 确认这是活生生的萧星宇后 赵破展露心未释然的笑意 萧大人 你还活着 太好了 毁灭之心 击中以后母巢 爆炸的一瞬间 萧星宇催动灵力 远程命令圣女要天使 弗雷亚 开启 圣光传送 在潜入沙明谷之前 萧星宇特意把弗雷亚 留在安全地带 冰死之际 圣光传送一开 萧星宇和暗影魔龙 以及电耳兔 全部瞬间 传送到弗雷亚身边 巧妙躲过以后母巢的爆炸余波 这就是萧星宇的过人之处 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天衣无缝 捣毁敌军大本营 同时还能全身而退 朝着萧星宇弯腰致歉 态度诚恳 一脸真挚 这个男人性格直爽 有错就认 绝不扭念 此刻他的心里 已经认可了 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 男征指挥官 萧星宇用实际行动证明 英雄不问出处 强者莫问岁数 赵将军 现在不是道歉的时候 这场仗还需要收尾呢 嗯 赵破放声大喝 全军听令 不要辜负萧大人的付出 杀穿敌军 冲锋 玉兽的怒吼 就是冲锋的号角 雷霆的闪耀 就是厮杀的训号 赵破率领龙魂十三营 全体将士 斗志昂扬 再次冲锋陷阵 大杀四方 失去了以后母朝 这座涌动机一般的兵工场 黄泉掩蚁军团 大势已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战场上横尸遍野 一只只四分五裂的黄泉掩蚁 在悲痛的私民中 丧失最后一次生机 不出两个小时 这座战场归于死寂 入目之处 血流飘出 黄泉掩蚁军团惨遭团灭 只剩下苟延残喘的赤峰乙皇 他的身躯残破不堪 翅膀被莫菲斯顿的流沙巨剑斩断 因为没有同胞可以吞噬 他的伤口无法修复 断裂的肢体也不能再生 没有以后母朝作为后盾 赤峰乙皇根本不是赵破的对手 他的眼里流露出深深的恐惧 曾经嚣张的气焰 早已熄灭消散 该结束了 赵破提起一口气 释放磅礴灵力 莫菲斯顿双臂高举流沙之剑 蹭 剑光一闪而过 夜空里只留下一道寒芒毕露的残影 赤峰乙皇尸首分离 硕大笨重的头颅坠落在地 一颗魔兽金河暴露在滚动的流沙之中 在狂风的嗣药下 赤峰乙皇的尸体腐朽溃烂 化作一阵腥臭的积粉 消失在浑浊的天地之间 黑风 吸收 萧星宇身边的神域炎罗郎 张开嘴巴 隔空吸收魔兽金河里的 SSS极兽能 嗜魂血炎 如今的神域炎罗郎 体内拥有双重幻神品质血脉 死神血脉加炎帝血脉 炎帝血脉 来自系统任务奖励 炎帝血脉金石 同时 神域炎罗郎的体内 还吸收了SSS极兽能 神农淬火 这也是此前的系统任务奖励 在消心宇的规划下 神域炎罗郎的未来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不会万火的死神 不是一位好炎帝 执掌万火大盗 操控生死法则 这就是神域炎罗郎进化的方向 作为消心宇契约的第一只御兽 消心宇在他身上花费的精力和资源 是其他御兽暂时不能比的 这一战结束了 嗯 结束了 我们 赢了 就像做梦一样 这么多年了 我们终于拿下杀鸣鼓了 全军将士同时看向消心宇 这个青涩稚嫩的少年 是这场胜仗最大的功臣 你们盯着 我看干嘛 被美女盯着看 消心宇细以为常 但被一群五大三粗的男人们盯着看 他总感觉怪怪的 下意识流露出腼腆设恐的一面 赵破大声喊道 兄弟们 把消大人举起来 庆祝胜利 不 不要 你们不要过来 再过来 我要喊了 恢复清澈的夜幕下 大漠孤烟 军中沸腾 消心宇被战士们手搭手 联合抛向高空 每个人脸上写满了崇敬 一口同声大喊 消大人威武 消大人天秀 消大人的操作 666 消心宇哭笑不得 各位 别喊了 只是机操 物六 物六啊 放我下来 一夜之间 不费吹灰之力 拿下一块难啃的骨头 杀鸣鼓 这就是南征指挥官 消心宇的机操手秀 惊为天人 征服军星夜朗星熙 南征继续 这片荒芜的大漠 必定是少年风神的战场 第六一三章 南征雄起 龙国地图 时时更新 龙魂营地 寂寥的夜色下 营地里燃起一簇簇篪篝火 全军僵尸痛饮烈酒 欢笑声响彻云霄 这一仗打得真爽 干杯 以后母朝被炸掉的时候 赤风以黄的脸都下绿了 哈哈 三年了 整整三年 这该死的沙鸣鼓 总算被咱们打下来了 这场胜仗的手工 萧大人当之无愧 是啊 大家举杯 一起敬萧大人 这场朴素简陋的庆功宴 一是为了庆祝 拿下沙鸣鼓 二是为了正式欢迎南征 指挥官萧星宇走马上任 经过这一场大战 萧星宇俘获军心 无人再敢非议 赵珀对他再无偏见 甚至心中肃然起敬 一只粗壮的手臂 搂着萧星宇的肩 另一只手举起酒杯 兄弟们 从今往后 萧大人就融入我们 龙魂十三营的大家庭了 这一杯酒 算我给萧大人道歉 我干了 接触下来 萧星宇发现 赵珀此人才能出众 站立报表 因为生在大漠 长在大漠 造就了刚硬 直爽的性格 不会弯弯绕绕 但会为兄弟两肋插刀 这样的人才 正是龙国所需要的人才 赵珀此前有多反感萧星宇 现在就有多么敬重萧星宇 萧大人 之前是我以貌取人了 赵将军 不必自责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 并肩作战的机会 我相信我们可以建立 更深厚的战友情 赵珀点点头 自嘲道 萧大人说的有道理 我一直在这扭捏感慨 倒是显得我矫情了 两人对视 一笑闽恩仇 来 喝酒吃肉 萧大人 咱这个条件虽差 但军队里的伙夫 厨艺可不差 尝尝这红烧肉 看着碗里的红烧肉 萧星宇小声提醒 赵将军 兰征刚开始 咱们要节约食物资源 庆功宴吗 你可是手工 总不能让你吃水煮菜叶吧 每次庆功宴 都要上红烧肉 对啊 有问题 萧星宇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 拍了拍照破的后背 如果每次庆功宴 都要上红烧肉 那么一个月内 后勤部就要用掉一年的 肉食储备了 赵破皱起眉头 试探问道 萧大人 听你这话 你的野心 我的计划是 一个月内 把龙国的南境县 一路平推 推到范英海岸 此话一出 军营沸腾 将士们一脸震惊 面面相去 萧星宇疯狂般的野心 掀起一片热议 赵破愣了许久 恢复冷静 萧大人 一个月内 把南境县 延伸到范英海岸 这不太现实啊 从地图上看 龙国的南境县 距离范英海的海岸线 横跨多重地形地貌 面积广袤 且到处都是 魔兽驻军的势力照破 常年驻守边境 经验丰富 以他的经验判断 一个月内 萧星宇的计划不可能完成 赵将军 为什么魔兽驻军 敢在距离咱们南境县 最近的地带盘踞 沙明谷 百丈渊 苍岩盆地 地图上的标记很清楚 这些距离龙国南境县 最近的地带 都有魔兽驻军盘踞 对龙国虎视眈眈 萧大人 你是想说海的问题吧 没错 就是海 萧星宇伸出手指 点在范英海区域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龙国的南境县 推移到范英海的海岸 那么除了咱们龙国陆军之外 龙国海军也能赶来支援 并且设立海军分部 陆军与海军合作 一起驻守南境县 会让防御更加坚固 在进攻时 只能派出水系魔兽和飞行系魔兽 无法使用陆战类的魔兽部队 萧星宇有条不紊的分析 让赵破连连点头 陈信露出兴奋的目光 将军 萧大人说的太对了 只要咱们把南境县 推到范英海岸 日后加上海军的鼎力相助 南境县就是一手南攻的战略要塞了 毫无疑问 萧星宇的计划 一旦落实成功 会为龙国带来巨大的利好 赵破怎能不心动 心动归心动 苦恼还是苦恼 赵破用力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 叹气道 萧大人 还是那句话 一个月内 这个计划完不成 起码半年 甚至一年 南征一年 消耗的财力 资源以及兵力 对龙国来说是巨大的负担 甚至会导致国库亏损 财政赤字 我计算过 一个月就是最佳时间 一个月内打到范英海岸 萧浩的资源就能控制在 不商及国本的范围内 这一切 都是萧星宇来之前 就计算好的 赵将军 没有信心吗 一阵沉默后 赵破眼里燃起斗志 萧大人 你是南征指挥官 我们都是些指挥打仗的粗人 一切你来安排指挥 萧星宇微笑点头 既然赵将军认可我的计划 那就开始吧 赵破一脸猛逼 开始什么 萧星宇起身 拍了拍手 兄弟们 庆功宴就此结束 收收心 接下来咱们通宵开会 制定攻打百丈渊的详细计划 明天一早 进行三次实战演习 把我安排的战术弄透彻 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明天下午睡个懒觉 养精蓄锐 明天夜幕降临 随我出征 拿下百丈渊 陈信凑到赵破耳边 将军 咱们的萧大人 干劲真足 他这是 真打算一个月内 打到范茵海啊 赵破摇头低笑 随即望着萧星宇的背影 老陈 如果换做其他人 跟我说 要一个月内做成这件事 我会当做玩笑 一个耳朵镜 一个耳朵出 但这话 是从萧星宇嘴里说出来的 我反而觉得有戏 我们陪他一起全力以赴 试试看吧 大漠的风 吹来了少年的野心 萧星宇的战术和谋略 就像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逼退那些蠢蠢欲动的魔兽驻军 时间一晃 元宵节 按照龙国人的传统观念 今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龙国各大城市的街道上 残留着最后的年位 大街小巷 贴满了南京传来的捷报 嘿 看新闻了吗 当然看了 咱们龙国的南京县 扩展延伸了一大截 这次南征 效果好得出奇 是啊是啊 不到半个月 咱们拿下了沙明谷 百丈渊 苍延盆定 小道消息 南征指挥官的身份报出来了 是黄克院的黑职大人 萧星宇 萧大人年纪轻轻 还懂行军打仗 不可思议 谢忠退居二线后 我看啊 以后萧大人 就是龙国第一军士了 一家酒馆里 萧烈焰穿着一袭厚重的暗色大衣 头戴都貌 桌上一壶啄酒 二斤牛肉 听到隔壁桌的客人们 在聊萧大人 他忍不住插嘴 老兄 这萧大人 真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 我说老爹 看你这打扮 你是山里跑出来的原始人吗 平时不看手机新闻 萧烈焰的手机 在除夕之夜的时候 遗落在夜兰店了 至今没有配备新手机 也没机会找上观栏 拿回就手机 老爹 你看 一位客人打开手机地图 递到萧烈焰面前 你可看清楚了 这是昨天下午 刚更新的龙国地图 相比半个月前 南京县往南 推移了八百多公里 这片区域内 八个大型魔兽驻军兵团 惨遭覆灭 这是萧大人 率领陆军战士 打下来的疆土 你说萧大人厉不厉害呢 萧烈焰露出骄傲的微笑 嗯 是挺厉害的 滴滴 手机屏幕上方弹窗提示 龙国地图实时更新 请重启地图软件 查看最新版地图 地图又更新了 我看看 卧槽 南征部队拿下了万风铃 咱们的龙国版图 又往南阔了一大截 真的吗 太牛逼了 我要开一瓶香槟助助兴 片刻后 酒馆里所有客人欢呼雀跃 就连老板都笑得合不拢嘴 又是免费送酒 又是免费夹菜 萧烈焰坐在角落 往嘴里塞了一片牛肉 玄机小酌一杯 这小子 有我当年带兵西征的风采 屠龙大战之前 龙国西征战役 指挥官是当时的空军大将萧烈焰 萧新宇没走一步 身上都有这个男人的影子 第六二四章 风神之战 夜宫风魔山 龙国南部边境 万风铃 这是一片由一座座黄沙堆砌而成的飓风 连绵编织而成的大规模风铃 万风铃只是名字带有一个铃字 实则是寸草不生的布毛之地 漫山遍野都是黄土沉沙 连一抹绿都看不到 这就是萧新宇率领龙魂十三营 刚刚打下来的新版图 狂风四起 黄沙飞舞 风铃之间遍布腐烂的母巢 以及白骨哀哀的魔兽尸骸 滚烫的魔兽鲜血 就像树状纹里的河流千丝万缕 分叉扩散 随着鲜血渗透冰冷的沙力干涸发黑 从山顶俯瞰就像自然女神散开了一头乌黑的长发 这一场胜仗打完 正逢中午时分 阳光还算温暖 全军就地安营扎寨 用餐休息整顿军务 高高的山坡上 临时搭建简陋的指挥部 帐篷里 萧欣宇和赵珀站在沙盘立体地图面前 神色严肃 商议研究下一步行动 赵大哥 这半个月 咱们把南境县推进延伸了八百多公里 看似气势如虹 锐不可当 实则 赵珀点头 表情凝重 萧老爹 你说的我都明白 这八百多公里的地界 基本都是戈壁荒漠 连一块像样的绿洲都没用 资源匮乏 环境恶劣 所以 驻扎在此的魔兽兵团 综合实力并不强大 打起来也是且战且退 没有与我们死斗 虽然这片区域 如今已经纳入我们龙国的版图 但没有太多利用价值 萧欣宇指了指地图的某个位置 所以 赵大哥 接下来的征程 才是最难的一段路 萧欣宇手指的位置 叫做 风魔山 从地图上看 风魔山是一座东西走向的高大山脉 可以把它比作一道魔兽长城 堵住了南征的路 风魔山的另一面 就是广阔的平原和森林 那里合乎交错 资源复柔 同时 这些资源丰富的地方 都有高阶魔兽军团重兵把守 小老弟 纵观地图 这风魔山的战略意义 或许是南征之路上 仅次于范英海岸的战略要地了 是啊 我们想要继续南征 唯有翻越风魔山 这是一场硬仗 赵珀打开水壶 猛灌一口烈酒 长叹一声 想要攻下风魔山 谈何容易 这种地形 本就一手难攻 况且盘踞在山中的人面蜘蛛军团 规模庞大 以我们现有的兵力 根本不是对手 帐篷里 还有几名资深的金牌数据分析师 经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后 大家垂头丧气 其中一名金牌数据分析师 来到萧星宇的身边 前万灵 年龄51岁 一副老学究的打扮 其貌不扬 但却是龙魂十三营 经验最丰富的金牌数据分析师 萧大人 经过连续13次战前模拟推演 咱们13次都输了 毕竟在气候 地形和兵力三大向上 我们占据绝对的劣势 所以属下认为 这一战 在等到后续支援部队赶来之前 暂且不要打 赵破看向萧星宇 笑着安抚 萧老弟 不要心急 后援部队 很快就会到了 届时 咱们兵力充足 上山围剿人面蜘蛛军团 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了 萧星宇摇了摇头 作战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气候地形 我们劣势 人缘兵力 我们劣势 但天使的尾巴 握在我们手里 萧星宇抬起手 只向帐篷一侧的日历 人面蜘蛛身体结构特殊 这个时间节点 也就是咱们龙国传统节日元宵节 正是他们一年当中最虚弱的时候 而且 族群中会淘汰很多老弱病残 通过一轮繁衍 孕育又小智嫩的新生命 从天使来看 这是攻打风魔山最好的时机 后援部队 最短还需要五天才能到 等后援部队与我们会合 就会错过这个时机 萧星宇说完后 赵破和前万灵对视 陷入纠结 气氛变得沉寂 就在这时 陈信打开帐篷 用托盘送来一碗碗 热气腾腾的汤圆 会议暂停一下 今天元宵节吃汤圆了 将军 这是你的 小大人 这是你的 黑芝麻馅 香得很 大家都有份 趁热吃 一碗汤圆的软糯甘甜 驱散了一张张愁眉苦脸 享受元宵节的气氛 老陈 怎么回事 我这汤圆没馅 大过节的 刷我完呢 赵破碗里的汤圆 一个个白白胖胖 长得极具欺骗性 实则全都没馅 将军 别生气 我再给你换一碗 萧星宇的注意力 落在没馅的汤圆上 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 灵光一闪 记上心头 萧星宇急忙问道 钱老 如果我非要 今天攻打风魔山 兵力差距具具体是多少 钱万灵重新计算数据 给出结果 敌三我一 保守估计 以我们现在的兵力 翻三倍 才能稳稳拿下风魔山 也就是说 以我们现有的兵力 对付敌方三分之一的兵力 是可以打赢的对吗 是的 萧大人 钱万灵一脸困惑 不由问道 可是您问这些 是另有战术策略了吗 萧星宇露出自信的笑容这一仗 今天可以打 萧老爹 你别玩火呀 这么大胆的决策 就是在赌命 我没有赌 我有百分之百的胜算 在战场上 百分之百的胜算 除了萧星宇 没人敢说的出口 好 说说你的战术策略 很简单 第一步 将敌军分流 一分为三 第二步 逐一计破 萧星宇的计划 简单粗暴 钱万灵倍感疑惑 不禁提出质疑 萧大人 说得容易 但咱们怎样才能让敌军分流 而且还是一分为三 接下来 萧星宇嘴里说出两个字 就是这次作战的核心 赵破的脸上 已经浮现动容之色 随后萧星宇当众演讲 把自己的计划细节 完整讲述一遍 当他讲完 赵破等人都露出振奋的表情 萧大人 你这招 似乎 可行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萧老弟 一些按你说的做吧 这一战 我们要是打赢了 势必能够载入史册 第六一五章 南征指挥官 萧星宇 重伤病倒 夜幕笼罩龙国的大地 繁星如晨 天空如墨 今天是元宵节 街上有热闹的灯会 家里有团圆的饭桌 龙饮室 碧海金服 萧若雪不是一个人 因为慕容猩猩 来陪他一起过节 沸腾的锅里 煮着胖乎乎的汤圆 趁着煮汤圆的间隙 萧若雪和慕容猩猩 坐在沙发上聊天 猩猩 谢谢你今天来陪我 若雪姐姐 以后逢年过节 只要星宇没空陪你 我都会来陪你 萧若雪露出温柔明媚的笑意 搂住慕容猩猩的肩膀 想她了吧 嗯 我担心她 这些天 慕容猩猩除了睡觉之外 每时每刻都在关注 地图软件的更新情况 在手机地图上 看到龙国的版图 不断往南延伸扩散 龙国人民欣喜若狂 唯独慕容猩猩笑不出来 她一脸愁容 眼里写满忧虑 她深知 这其中每一寸疆土 都是萧欣羽和南征部队 用鲜血和汗水打下的江山 也不知道 欣羽现在怎么样了 南疆环境恶劣 条件简陋 她是不是恶瘦了 会不会生病 连番征战 会不会累倒 有没有受伤 慕容猩猩心心病成疾 她的脸蛋比半个月前 消瘦了许多 时刻都在担心 萧欣羽的处境 小到怕萧欣羽 吃不好睡不好 大到怕萧欣羽 遭遇伤病 自然每天过得欲寡欢 提心吊胆 虽然她是主动 来陪萧若雪过节的 但相比之下 她这个状态 更需要萧若雪的陪伴和安抚 这时萧若雪 紧紧握住慕容猩猩的手 用柔和的语气 说着最理性的话 欣欣 我们都了解萧羽 她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沉稳和智慧 这次难争 她一定会保护好自己 安全回来 而你 必须要调整心态 把所有的精力 投入到地魂训练营 地魂训练营 明天开课 萧若雪的劝说 是为了慕容猩猩的未来考虑 萧欣羽的未来 势必会成为龙族的王 慕容猩猩 想要守住自己在龙王身边的位置 也要不断变强才行 在龙族漫长而又神秘的历史中 只有足够强大的龙族王后 才能把其他那些妖艳卑贱的货色 狠狠踩在脚下 扫青左右 辅佐龙王守住王座 若雪姐姐 我知道了 我会专心参加地魂训练营 等星宇凯旋的时候 给她一个惊喜 在萧若雪的安抚下 慕容猩猩燃起斗志 她有一个计划 她要在地魂训练营杰克的那天 拿到全英第一的成绩 同时通过四星考核 成为四星御寿师 若雪姐姐 汤圆煮好了 星星 你多吃点 要是小雨回来 看见你饿瘦了 又该心疼了 嗯嗯 我多吃 慕容猩猩的身材 属于该胖的地方胖 该瘦的地方瘦 这一点 萧星宇最清楚了 毕竟热恋期 已经上手摸过了 电视上正在播放元宵节晚会 突然间 镜头闪烁 主持人声音激动 眼含泪光 全国观众们 在此元宵佳节 插播一条喜讯 就在十分钟前 南征部队剿灭 人面蜘蛛军团 成功拿下风魔山 风魔山是南部边境的战略要地 这意味着 屏幕前 全国观众热血沸腾 用欢呼和振臂 抒发心中喜悦 萧若雪脸上浮现自豪欣慰的笑意 向来咸尽淡雅的他 也用尖叫的方式庆祝 慕容猩猩和萧若雪抱在一起 两人一起庆祝 下面报道 风魔山战役的伤亡情况 牺牲的劣势名单 将会打在公屏上 请屏幕前的观众们 一起默哀三分钟 庆祝戛然而止 慕容猩猩死死盯着电视屏幕 神经紧绷 背驰紧咬嘴唇 就在这时 信号中断 插播的新闻尚未播报完毕 屏幕又自动切回 元宵节晚会的直播现场 慕容猩猩的心脏咯噔一下 神色慌张 手足无措 愣神片刻 慕容猩猩急忙掏出手机 拨打电话 与此同时 皇城 夜兰殿 上官兰伤势未遇 脸色苍白 兰征前线传来的情报 让他这张绝美的脸 雪上加霜 此刻 上官浅站在大殿上 手里拿着伤亡名单 表情沉重 伤亡名单第一行写着 兰征指挥官 肖心语 重伤病倒 左臂骨折 右腿筋骨骨裂 内脏磨气感染 后背大面积烧伤 母亲 封磨山战役 咱们整体损失不大 但肖心语他 且儿 要送去了吗 在路上了 一个小时内 就能送达 不会耽误肖心语的伤情 上官兰叹了口气 看起来精神不佳 那就好 那就好 我有点头疼 你先下去吧 是 母亲 上官浅离开夜兰店 手机铃声响起 一看来电显示 在他意料之中 但他却犹豫了半天才接通 喂 星星 浅浅姐 现在网上搜不到 封磨山战役的伤亡情况 相关新闻都被禁掉了 我想问一下 上官浅用平静的语气回应 放心好了 我给你透露一下内部消息 肖心语很安全 无病无灾 两人聊了一会 上官浅彻底稳住慕容星星后 才挂掉电话 上官浅手臂下垂 望向夜空 肖心语一场难争而已 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何必拼到这个份上 每一场大胜的背后 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悲怆 五个小时前 黄昏渐变傍晚 大漠之上 寒风驰骋 犹如饥饿的狼裙 嘶吼着 咆哮着 狼爪般的锋刃 划过肖心语的侧脸 他孤身一人 来到风魔山的西路山脚 惨淡的月光 照射肖心语的身躯 但地面上 没有出现肖心语的影子 此时 一道飞红色的眼影 出现在风魔山的东路山脚 飞红眼影 化作肖心语的分身 肖心语在黑暗中东北吸走 设置亡陵法阵的阵眼 分身的动作 与肖心语本体同步 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半个小时过去了 肖心语抹去额头上的汗水 万事俱备 在寂静的夜空 绽放烟花般的光芒 此刻赵颇率领龙魂十三营的战士们 集结在风魔山中央位置的山脚下 陈信 将军 肖大人发信号了 赵颇目录杀意 灵力喷涌 杀 西侧 中央 东侧 三路同时进攻 南征的全部兵力 都集中在中路 东西两路 全部由肖心语一人牵制 没有一个帮手 第616章 妖珠女皇 该死的幻属 肖心语释放的信号弹 升空爆炸 意味着夜战开启 风魔山 中路 赵颇抬高音量 先锋部队 跟我冲 浩荡的灵力 在深夜中沸腾翻涌 战士们的斗志 于寒风中怒放燃烧 在赵颇的带领下 先锋部队每一位成员 同时开启玉寿文章 肉盾形的巨大玉寿 就像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移动城堡 他们踏碎荆棘 碾碎一切障碍 强行开辟一条上山的路 收割部队与远程部队紧随其后 全部兵力集中在这条线上 瞬间冲破人面蜘蛛军团的第一层防御 风魔山之巅 地动巢穴 这里就像一座地下皇宫 瑰丽璀璨 墙壁上燃烧着紫色的妖火 蛛丝编织的王座上 坐着一个头戴金色皇冠的女人 她的容貌称得上美艳 眼神充满野性的力量和欲望 长发盘起 一太高傲凹凸有致的身材 被单薄的沙衣包裹 只能遮住隐私部位 至于封印的胸脯和雪白的大腿 在摇曳的妖火中若隐若现 这是一只虫系加兽人系魔兽 妖猪女皇 妖猪女皇是人面蜘蛛军团的首领 她的职责是驻守风魔山 地动巢穴的天花板上 布满粘稠的猪网 上百个男性人类御兽师 被困在猪网之中 其中一半人已经化为白骨 如果不是被猪网束缚 恐怕风一吹就会支离破碎 剩下一半还存活着 但身体已经虚弱不堪 每个活人的体内都插着一根蛛丝 蛛丝的另一端 连接着妖猪女皇的手腕 妖猪女皇手腕一抖 蛛丝就像抽血的针管 将活人体内的鲜血抽出 引入妖猪女皇体内 这些人类的血液 已经不新鲜了 找机会换一瓶 妖猪女皇吩咐过后 几只人面蜘蛛 从岩石缝隙中爬出 直接吞掉那些生不如死的活人 等到再次吐出 只剩下一具具白骨 还有裹满年夜的衣物 从衣物可以看出 这些下场悲惨的人类预售师 都是那些臭名昭著的雇佣兵 他们身上背负罪孽 没有国籍 只能在这些危险的地狱淘金 稍有不慎 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沦为魔兽的美食 妖猪女皇抿了一下紫色的嘴唇 眼里流入对鲜血的渴望 好久没有喝到新鲜的人血了 看来要找机会弄一批新货了 龙龙龙 突如其来的地动山摇 让妖猪女皇挑起纤细的柳眉 她后颈处皮肤撕裂 睁开数不清的血色眼珠 发生什么事了 一只人面妖猪王冲进地动巢穴 上身是人类女性的模样 她的胸口爬满赤红色的蛛丝 眼珠比灯笼还大 下半身是蜘蛛的身躯 散发着恶臭 八肢节肢不断舞动 毒线疯狂分泌 带有腐蚀性的粘液 女皇 龙国的南征军队 开始攻删了 他们缤纷三路同时推进 攻势凶猛 就在刚刚 进攻中路的军队 已经突破我们设下的第一道防线 妖猪女皇眼里 亮起凶残的杀意 传令下去 缤纷三路 守住第二道防线 是 风魔山 中路 赵破开启预售文章 召唤杀剧骑士长 莫飞斯顿 锋利巨大的流沙之剑 轻轻横扫 将上千只超繁体级别的人 面邪猪瞬间击杀 这就是八星预售士的威力 赵破率领全军 轻松杀穿中路 势如破竹 如入无人之境 萧老弟一直在帮我们牵扯东西两路的敌军 老陈 我们加快进攻节奏 珍惜萧老弟创造的机会 此时此刻 东西两路 训练有素的人面之诛大军 与两支人类玉兽师部队 展开激烈的熬战 相比赵破率领的中路军队 东路军队和西路军队势头不佳 迟迟无法攻破防线 只能与敌军互相纠缠 修 最后贯穿玉兽师的心脏 被迫分流成三支兵线的人面之诛军团 只有东西两路打出了优势 但中路直接垮掉 不出半个小时 第二道 第三道防线全部崩溃 风魔山之巅 地动巢穴 人类玉兽师的冲锋号角 有远极近 震动着妖珠女皇的耳膜 女皇 最新战况 中路防线彻底崩盘 东西两路还能守住 凡是达到兽皇体级别的兽人系魔兽 都拥有高等智慧 情况似乎不对劲 战局发展到这个地步 妖珠女皇若有所思 脸色骤变 都滚开 妖珠女皇身上 散发恐怖的魔气光波 掀翻周围的蜘蛛战士 她赤裸的双足 脚踩纤细轻盈的蛛丝 离开地动巢穴 来到山崖边缘 这个位置 相当于人面蜘蛛军团的瞭望塔 可以将整座风魔山区域 尽收眼底 在妖珠女皇的视野里 赵婆率领的军队 已经越过半山腰 沙川中路防线 遍地都是蜘蛛战士的尸体 和流水般集团的兽血 而东西两路的龙国军队 气势并不凶猛 战斗状态死气沉沉 妹妹 我需要你的眼睛 姐姐 我来了 一道颠簸般的声音 诡异而又刺耳 从妖珠女皇的腹部传出 在血液的照射下 妖珠女皇雪白的肚皮 猛得高高隆起 肚皮撕裂 一颗女人的脑袋 从裂缝里探了出来 这个女人的脸 和妖珠女皇一模一样 一个是姐姐 一个是妹妹 这不是一般的兽人系魔兽 还是变一种双生系魔兽 姐姐和妹妹唯一的区别 在于眼睛 妖珠女皇的眼睛 呈现血红色 妹妹的眼睛 形状就像盛开的花朵 瞳孔蹦射妖艳的绿光 姐姐 需要我的眼睛做什么 东西两路的龙国军队 看起来不对劲 好 妹妹帮你一探究竟 妹妹的瞳孔突然收缩 蹦射的绿光愈发刺眼 这是妹妹的SSS级审判之眼 可以看透任何事物的本质 妹妹 怎么样 姐姐 我们被骗得好惨 什么意思 圣楼迷幻阵 高阶亡灵阵法师 惯用的亡灵法阵 东西两路 根本没有龙国军队 我们中计了 妖珠女皇钻井铁拳 性感的身躯 因愤怒和耻辱而颤抖 该死的幻属